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Vinny 在我旁边,继续有施生和我们谈谈楼市 施生,施生之前曾经连跌十周 之后期后的三周有升有跌 今个星期最新就报181.36 即按周微升了少少0.15% 其实这一个月的表现都很反复 你怎样看它之后的走势 其实在施政报告出来之后 基本上是有一个反弹 这个星期的指数仍然是反弹的一个微升 我起码觉得 升少少 曾经有一次一升,就升了1.5% 所以上星期就回落一些 今次又回落一些 我听前线同事的说 施政报告之后的反弹 去到某些位置 尤其在社会事件 惡化的时候 中大事件、理工事件的时候 就很紧张 交通都差不多断了 新界,我们有些朋友住大部的都出不了 看房子更加进行不了 所以这段时间就回落一些 但是反弹的幅度 拉均来说 未曾完全抵消了 我自己估计在这个水平 可能要增持一下 到年底都还未升 全年计都仍升 因为如果纯粹说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我相信 全年都有5%至7%之间的升幅 明白 所以今年还是一个上升年 接下来就要看很多东西 如果纯粹看经济数字 不要看 现在都负增长 现在可以看到的情况 就是经济衰退 失业率上升 如果以一般情况 好像你都读过经济 如果说楼市 很多时候受经济增长影响 受收入影响 但是香港的楼市已经很久 没有拉延 经济 不是说没有拉延 完全没有关系 楼价早已脱离 经济的增幅 经济增幅 不要说今年可能负增长 他刚才说 全年楼价上升 经济其实是负增长 如果之前经济增长 楼价增长 经济可能增长2%至3% 楼价增长10%至8% 一直都不太关联 我自己看 现在的楼市支持 是靠积累财富 不是靠新增财富 以前找到的 有多少钱 放下地产 放下股票 放下债券 是财富重分配的 一个配置后的结果 就多过 我现在赚到钱了 我去买楼 我相信对年轻人来说 他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 这个想法 赚到钱 赚多少都很难买楼 所以收入升跌 跟楼价关系不大 有机会出现这种情况 经济负增长 楼价正增长 今年就是这样的情况 明年会否有 都不排除 你看很多地方 之前都试过 经济不增长 股票又慢增长 都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资金没有出路 世界各个都 宽松货币政策 QE 减息 钱到处找投资对象 所以这种情况 在来近的影响力大 经济增长 可能你和发展商有同样的看法 因为我见买入12月 就开始发展商推翻盘 这个星期多了很多新盘 推出市场 再加上西九地王的诞生 即400多亿 成为了新地王 会否都显示到 发展商跟你一样 都对楼市后市很有信心 是否一手盘是比较有优势 我自己看一手盘的优势 没有以前那么大 因为以前是发展商 才提供移岸 特殊的付款办法 去吸引那些首期不足的买家 去光顾他 现在有了按揭的上限放宽 二手市场都有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这种优势 没有以前那么强 还有刚才我说 虽然经济不增长 楼价都可能站得住 但气氛会差 经济不增长 失业率上升的时候 气氛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一手盘 如果他们太乐观 叫价太高 在这个时候 都不是那么适宜 我自己认为 刚才我说 都不会太差 从经济的角度去看 不会跌很多 但是如果你一手盘 太过进取 价钱进取 我认为 会有一定的阻力 加上现在 估计快要通过空置税 你买得不好 便会面对空置税的压力 空置税 估计 过了一年后 都收你5% 他们都有推盘的压力 所以他们都有推盘的压力 我自己估计 发展商 之前可能听到 施政报告后 楼价反弹 但最近 反弹开始遇到阻力 所以我自己认为 一手盘 不是没得做 但是要 合理价格 开架要克制一点 开架要克制一点 就可以吸收到压力 但是又看回宏观经济环境 和社会事件 我见美国终于对香港 通过了人权法案 会不会对中美贸易谈判 会产生什么变数 对香港楼市未来的楼价 会否有影响 对中美贸易 会否有变数 变数都有 但是 之前 这个都是土价横价的条件 特朗普 最后都要签 他因为知道 他不签也没用 不签也是延后 因为你否决了他 他拿去参数两院 可以在意 如果在意的时候 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总统都没有权否决 所以他也是要签的 人权民主法案 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 这是一个姿态 多于执法上的实际需要 如果他要制裁香港的一些官员 其实美国在2015年 已经通过马格尼茨基 全购马格尼茨基的 一个 都是类似人权法案的 马格尼茨基 其实是一个俄罗斯的维权律师 美国是因为维权律师受到迫害 制定了这个法案 是全球哪些政府官员 如果是做些妨碍人道 那些事情 他都可以制裁他 制裁的方法 跟现在香港人权民主法 差不多 都是不让他入境 冻结他的财产 所以如果没有香港人权民主法 他都可以引用这条条例 来制裁香港的官员 只不过 这个时候拿出来 是一个特殊的时间 他拿来作为一种政治姿态 对香港的现在社会运动里面 他的支持 他是用这个角度去做的 所以做了之后 是不是立即可以拿到一些官员 拿来制旗呢 我看又不像 因为如果世界上 人权严重 香港多多声的地方都有 都未曾做 香港要拿取具体的证据 说他们违反了人权 不容易 所以我认为 知道太多了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令到香港的官员 在行动的时候 不只是看上司 还要看华盛顿的取态 他为了避免自己被制裁 他可能在执行政府路线的时候 会畏首畏尾 所以其实是 某种程度上 用这个法来影响香港的官员 施政的时候的行为 所以大陆觉得这是一个干预 另外就是 你说一年 他说每年都要检讨一下 香港那个 叫做 独立关税区 即是地位 这件事 其实美国随时可以检讨 也是 不过 现在就写下每年一次 我自己看 美国在1992年 整了香港关系法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其实要 将香港留在西方世界 他怕回归的时候 香港变成 跟中国大陆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一定要 给一些东西香港 令到香港可以保持留在西方世界 因为香港一直都被看成是西方世界一个成员 回归之后如果受到 一国的影响多了 他怕被人扯 将香港扯去大陆 怎样可以留住香港 就一定要给香港特殊地位 所以我自己觉得 美国现在不是想把香港 踢回大陆 想把香港拉出来西方世界 如果他的目的是这样 他会不会不让香港有特殊性 不让香港有特殊性 就变成大陆的一般性 现在他可以牵引中国的原因 就是因为 大陆想留住香港有一定的特殊性 他可以拿这件事作为筹码 威胁他 如果都将他说回大陆 现在大陆要投鼠忌器 以后都不能投鼠忌器 所以我说这件事 就拿来说 就不会真的撤销了 撤销了就 变成了 反而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叫的牌 Dee 拿起手 打了之后就没有用 所以这个是会拿起手的Dee 就不是立即打出去的Dee 都是他们其中一只牌 但对楼市有影响呢 这个牌 你拿起手 别人知道你有Dee 有攀线烟都不够出字 这些是功能 我自己觉得 这个牌 就像想打想打 打出来就未必那么快 投资者如果看通了 他就未必次次会这么腾鸡 但不排除有些人会腾鸡 最近也多打压成交 所以有一些人会腾鸡 都不出奇 最近 都放盘 都有增加一点 之前反弹 但很多业主 又收买不卖 最近又放出来 我自己看 香港的急风骂雨式的斗争 会平静一点 不至于星期日 看楼都没有交通 所以最近 看楼量 有些情况 一些大学区的租务情况 受到影响 因为最近一些事件中 一些大陆的留学生 海外的留学生 大规模撤走 有一些租金 租给这些学生相对高一点 现在有些盘就放出来 有些盘本来专租给这些人 现在少了一群客人 所以对租金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这是其中一行不利因素 我不知道他们何时回来 我们拭目以待 大学的政策 就不会不让他们回来 只不过他们对安全有些顾虑 所以我说运动 如果模式变了 尤其是区议会选举后 其实反对派已经有收割 有成绩 运动过一阶段之后 陆续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谢谢施生 我们今集赶着这么多 下集见